因在编辑冲突中誓死捍卫国土 中央军委日前给陈祥荣追记一等功 这位曾写下《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战士阻击福建平南》 提起陈祥荣 家人和老师都为她骄傲 2001年 陈祥荣在福建平南出生 在姐姐陈小差的眼中 相差六岁的弟弟是一个既听话又孝顺的孩子 从小就有当兵的情节 就她跟你聊天讲到这些东西的时候 她就那种感觉就像眼底有光的那种感觉 就觉得所以我们大家都觉得 她是真正的很喜欢这个职业 很喜欢当兵这样子 为她感到骄傲就觉得很光荣 有一次印象很深 我们就是一起出去玩嘛 然后就在车里面玩 然后就有个老人就突然倒在前面 就踹倒在前面一个很老的老人 然后他就马一下子就好不犹豫就冲上去 叫我一起去把那个老奶奶老人给扶起来了 然后扶起来之后 他就很开心地说 就是说干了一些好事 我觉得他这个人真的是很乐意住了 知道他这件事情我真的很难过 从小是跟我最好的一个 陈真苏是陈湘荣的初中班主任 他也回忆起了当年陈湘荣即将入伍时的情形 老师我终于可以去当兵了 我说那好 那你如果我决定的去当兵 做一个平党指挥 能打胜上的一个好名 他说我保证可以 他当时的话 我当时那个状态的话 我现在印象还是非常深刻的 2020年6月30日 陈湘荣烈士骨灰运回家乡福建平南县 并在平南县人民公园革命烈士纪念碑广场 举行了安葬仪式 他是人民的一个好战士 也是我们成家的好儿子 陈湘荣出生于2001年12月 2020年6月牺牲时 年仅18岁